I want to prove things back the way they used to be Cause there's no sense to go and over and over The same things as before So let's not live to pass back anymore Hi 對,我今天沒有在用來用的睫毛膏 我今天用的是一支豹紋睫毛膏哦 Hello,Hello,Hello Hi everyone 你好,各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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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嗎 好久不見 其實也沒有好久不見,就一個禮拜沒有見而已 哈哈 我說見到本人 我們見到本人是很久很久的之前的事情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是在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是在我家 我今天是walk from home 所以這個背景是有點不一樣 是我自己的家 這是現在我的臥房 好 我們今天 要講的東西呢 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 蘭蔻的人 你一定要看 你不喜歡蘭蔻的人 你更要看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們不是只有要講蘭蔻的產品而已哦 因為今天跟其他的品牌情商了一些產品 因為上個禮拜呢 我們呢 就是使用了水波波的粉底液對不對 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非常的保濕的這個粉底液 那今天呢 我現在要做的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 很少人 會在 在自己的 就是頻道上面做這種事情 你看 哈哈哈哈 到底有多麼愛粉底液 我個人呢 非常的喜歡 囤積粉底液 而且粉底液是 平常我會在 就是每天都會使用的產品 那最近是因為 你知道 COVID-19嘛 大家就很 很莫名其妙 大家就戴著口罩 然後都不行 都不化妝 但是呢 我通常我都是早上的時候 我會口罩戴著 但是我到了公司之後 我就會開始試不同的粉底液 那我個人就最喜歡就是試 不一樣的品牌 但我跟你說 我今天絕對不會只有L'Oreal的牌子 雅斯蘭袋有沒有 雅斯蘭袋也有 然後我們的 椒蘭 我也買了 然後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新的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是我走在 走在那個百貨公司 就是看到的這個牌子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這個 看到一點紅 該不會是它吧 OK 這一瓶 這一瓶 這一瓶是我等一下會特別講的粉底 因為它好像停產 但這一瓶 OMG Super nice 這一個是L'Oreal Paris的 這一個真的真的很好用 我等一下會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呢 當然我還要特別特別講的是這一瓶 上個禮拜講了 Helena Lubiston 這一瓶呢 它也是他們的粉底液 這一瓶呢 我等一下會特別講 好 還有 等一下會再拿出來一些神秘的產品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事情要說 所以 如果你今天很喜歡粉底液的人 欸你知道 大馬王子你居然知道這一瓶粉底液 他這一瓶真的 我用完之後 我有嚇一跳 我想說 唉唷 這麼便宜的粉底液 居然 效果這麼好 那 當然 如果你今天是 喜歡 好的牌子 這一瓶當然是王牌啦 因為 我跟大家分享 這一瓶粉底液呢 在2021票選 持妝粉底液 還有 我們的這個 欸粉底達人嗎 對 我們持妝粉底液裡面的排行榜 第一名 這一次 第一名 蘭蔻的這一個 Town Idol Ultrawear 他現在是票選 2021年 第一名的持妝粉底液 打敗了所有的品牌 所以如果你今天手上沒有這一瓶的人 請你一定要去試試看 因為他可以持妝 真的 持妝18到24個小時 這是依照每個人的不同 然後他又可以讓你 就是 不脫妝 然後不沾口罩 我個人真的很愛他 你看 我第一次有粉底液 我不騙你們喔 他是真的被我用到這邊來 我沒有一瓶粉底液可以用完的 但這一瓶粉底液已經快要被我用完了 是O03的顏色 你看這個瓶子有多髒 哈哈哈哈 趕快擦一擦 好 這一個呢 在我講粉底液之前 當然呢 我有就是聽到了一些 就是朋友們的feedback 就說今天啊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了這一個 欸 Semi老師也來了 嗨 Semi老師 你看我現在聲音 我聲音已經快要塞了 因為Semi老師昨天真的很過分 他昨天呢 就是傳 傳簡訊給我 然後把我逼哭之外呢 然後還就是唱了一首歌 然後就是也是要把我逼哭 所以我現在 完全是喉嚨是 沒有聲音的 哈哈 喝一下 我在喝中藥 好的 今天呢 我有聽到一些 就是 反饋說 你們 上次有收到這一瓶 對不對 叫 Absolute La Serum 但是呢 你們 不知道怎麼打開來 對不對 好啦 既然我這裡有一瓶 我就為大家拆封 耶 這瓶La Serum 真的是非常厲害 我聽Justin老師說 他已經用完了很多瓶 而且說效果非常的好 你會發現 如果你們在櫃台 有這個Tester 來 可以看一下喔 打開來 你會看到一個頭 一個頭 他是分開來的 拿出來 有一個管子 好 空了 這是空了 來這樣子 你會看到有一個瓶子 還有一個管子 然後還有一個蓋子 這一個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個產品 他這一個呢 就是 因為他是可以回 回充的 就是 你只要買一次瓶子 那你下一次就是 直接買這一管就可以了 他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環保 因為蘭蔻要響應環保 好 這要怎麼用呢 這裡面有個卡榫 就是直接這樣 來 看到了嗎 來囉 放進去 好 放進去了沒 你要先 看好他有一個卡榫 對 有一個卡榫 你要放進去 然後轉 轉一下就好了 轉一下就不會掉下來了 齁 他有一個卡榫就把它轉進去 然後把這個 黑色的頭 拿開來 他這個就是 打開來了 好 然後再把 蓋子蓋上去 這樣子就好囉 這樣子就是一個 新的 這個 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這一個 AMPK的 的 的 的精華液 我們的精唇系列 那你說 如果我用完了 要怎麼辦呢 一樣 轉開來 就這樣轉 轉了之後把它拿出來 拿去換掉 然後這個 就是可以留著 其實這一個我已經用完一瓶 那這一瓶呢 我已經放在家裡 是當插花用 我覺得這個超漂亮 你知道放著 你就把一朵玫瑰花放下去 嘿嘿 美捏 對不對 好這一個 的開箱用法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既然要來比平粉底液 那我一定要來推薦一個 就是在粉底液之前 來 問問題 粉底液之前 你們會擦什麼 Question Time 來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 分享一下 你們在擦粉底液之前 會擦什麼產品 因為我接下來會拿出來這些產品 我自己私人的 私人產品系列 有沒有人跟我分享一下 粉底液之前會擦什麼 防曬隔離 很聰明喔 還有沒有 除了防曬 小A瓶 防曬霜 BB霜 哇你擦粉底液之前 你會擦BB霜 那你喜歡 就是 遮瑕力比較好是不是 防曬 沒錯 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的 粉底液啊 它本身呢 一定都有 防曬 的功效 但是它 並沒有隔離液的功效 所以你們知道 防曬跟隔離 有什麼不一樣嗎 防曬就是剛剛幫你 預防 紫外線 髒空氣嘛對不對 但是隔離呢 隔離是預防外面的 髒空氣的一個效果 而且它是可以 堵絕你皮膚 毛孔阻塞 然後甚至是一些 粉底液的殘留 所以 隔離 防曬 非常的重要 現在呢 都是已經把它合在一起了 不會只有單獨說 這個只是防曬 這個只是隔離霜 那還是有 但是不多 因為大家都覺得麻煩 那今天呢 我拿出來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近期的心頭號 它叫做大哥大 是吧 大哥大我沒有講錯吧對不對 大馬王子 它這個很可愛 而且很療癒 我每天早上在擦的時候 就這樣搖搖搖搖搖 為什麼我會使用它的原因呢 因為蘭克勒的防曬真的很好用 但是這一瓶防曬是我近期的心頭號 因為它非常的水 而且它使用起來要搖搖 而且聽說它 因為我們那一天就是在公司啊 我們就是有在肌膚檢測 那我就看一下我們這擦的防曬 防曬有很多就是你在流汗的時候啊 或者是你戴口罩 在磨蹭的時候就會有斑駁 你的防曬就不見了 但這一瓶 它擦上去一整天 你的防曬全部都還在臉上 它超神奇 LAHOCHE PERSE的這一瓶大哥大 非常厲害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到底有多厲害 來 這個是真的很水喔 有沒有厲害 喔 要低下來了啦 它厲害到它的延展性 這個水分超好 而且它這樣子推開來 它不會 你知道我很 我是一個大漢人 我很會流汗 但是呢 我很怕擦的防曬 是我流汗之後 會有像白色的水這樣滴下來 你們有這種經驗嗎 或者是擦了粉底液之後 然後那粉底液這樣子流下來 然後全部都是粉痕 然後那個水 就是變成白色的水 白色的汗字 我個人不喜歡 但這一瓶大哥大 你看擦完 它沒有任何的感覺 它已經幫你做好防曬 但是呢 它不會讓你感覺到黏膩 完全沒有 一點都不黏 而且 防水嗎 我來看看它有沒有寫Waterproof 齁 我記得它好像 不是走防水路線的 但是它的這個防護力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可以讓你 讓你流汗不會流掉 所以它應該有防汗吧 但它沒有寫 它沒有特別寫Waterproof 有沒有La Hosh Perse的人啊 來 La Hosh Perse的人 你幫我看 幫我就是解答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防水的 它上面應該是沒有寫 它是有寫Ultra Reston 就是有特別的防 就是防止脫 不曉得脫妝嗎 就是非常抗 應該是抗汗抗水我覺得 抗汗抗水 抗汗抗水 所以這一瓶呢 我平常擦完之後 非常非常的舒服 流汗都不會就是有那種痕滋 好 但是呢剛剛有人提到 我們擦完了防曬之後 這一瓶我就要拿出來了 這一瓶呢 其實我覺得它有 它說是粉底液 但是我個人覺得它並不像粉底液 來 我們的HR 我覺得它比較像一個高級的素顏霜 你看喔 因為它的遮瑕力其實 就是算輕度的 輕度到中度的遮瑕 那它延展性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覺得它擦上去是有一種防護的效果 來你看一下 它的遮瑕力其實就是OK啦 但它因為有添加雪融花 一樣 雪融花雞雪草 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擦上去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她喜歡妝感比較薄的 因為 它不含防曬 它沒有防曬 所以它就是 幫你做修飾膚色的效果 你看喔 我現在直接 先拿來做遮瑕也可以啦 因為我現在臉上 本來就有一點妝 所以我現在是把它拿來當做 就是在額外的遮瑕 好 所以我覺得它遮瑕能力呢 我覺得是OK 那它的打亮程度會比較好 你看 就是妝感在我的臉上 我個人比較挑啦 我覺得擦粉底液啊 你要你就要遮瑕力好 要你就是要光澤很好 要你就要就是保濕度非常好 就卡在卡在就是沒有保濕沒有遮瑕 然後沒有提亮 我就不會想要繼續用這個粉底液 你們自己平常選粉底液的 的 首要條件是什麼 你們怎麼挑粉底液的 你會想要找哪一種粉底液 對於你們來講 來來跟我分享一下 像這一瓶HR呢 我通常都是會把 所有妝擦完 然後呢 我拿來用拍壓的方式 然後去增加我的皮膚的光澤度 還有抗老性 就是粉底液呢 如果有添加一個抗老的成分 那我就會特別行動 因為畢竟人老了 你知道 所以擦上去就是看起來 皺紋就比較不明顯 皮膚的那種細緻度 光澤度就會比較好 對不對 還不錯啦 我覺得這一瓶是可以 可以去就是購入的 但它價位好像比較高 所以你們就是 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櫃台試試看 這個妝感非常非常自然的 這個HR 這個 好 有人說自然不脫妝 因為不脫妝其實 很難吧 你們應該 很難可以找到一個粉底 是真的不脫妝的 對不對 但是 剛剛我說的啊 2021票選第一名 No.1 這一瓶粉底 真心不脫妝 要再廣告置入一下 好 你們有沒有人 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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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喜歡 就是 延展性非常高的粉底液 實裝 大家都喜歡實裝 因為呢我接下來要拿出來 這一瓶粉底液 是昨天有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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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要求 一定要講的粉底液喔 而且 這個是我還特別請教 難得有我的顏色 啾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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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叫做植春秀 這一個呢非常厲害 它是 光澤性的一個粉底液 而且非常的保濕 我那天有嚇一跳 因為我從 嗯我看一下 這個是幾號的顏色 754號的顏色 SPF18 PA3個家 植春秀的 我不曉得它的中文是什麼 可能好像還沒有中文名字 但就是一個 Glow 有沒有看到Glow Glow 就是光澤 無 無 無象限光澤嗎 還是什麼忘記了 但這一瓶粉底液呢 基本上 我以前是很喜歡他們家 有一瓶是有 有油在裡面的 超級好用 但這一瓶粉底液呢也是 我自己自 有那一個之外的粉底液之後 我有嚇一跳 覺得怎麼這麼厲害 它的光澤度非常的好之外 它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歐美派的 這種 這種底妝 它是那種 遮瑕力好 然後真的光澤度也很好 那 沒想到日式的底妝 它 因為我不喜歡霧面嘛 對不對 所以但它擦上去 居然是有Glow 哇真的太厲害 對我在卸妝 等我一下 因為我要直接試在臉上 因為最近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瓶粉底液 我要擦給大家看 喔唷 每個禮拜都要卸妝給你們看齁 真的很辛苦餒 你們真的覺得做 做那個彩妝 彩妝師很簡單嗎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彩妝除了你要 畫得好之外 你看現在你根本沒有辦法幫別客人畫嘛 但你就要用講的 要講的一口彩妝也不容易耶 對不對 好 然後你還要示範 示範怎麼樣擦 然後就是還要 懂得跟客人互動 很辛苦 彩妝師辛苦了 獻給全天下的彩妝師 你們辛苦了 因為好歹我已經做了快16年的彩妝師了 真的太太太辛苦了 好 但真的很好用耶 欸 B4C有麻煩請囤貨 它真的很好用 好有人來問囉 蘭蔻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還沒有一支 蘭蔻的防曬有BB Cream Aqua Gel Tone Up Cream 有什麼不一樣 非常好 敬請期待耶 My Beauty Club All My Expert Tips Part 2 我有特別跟這個 這個我真的有特別 欸 你是不是偷看我的 偷看我的底稿 有 我真的有做這個主題 我特別是講了防曬的部分 那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啦 為什麼會分這麼多的防曬 就是依照膚質的不同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一個需求 像所以為什麼我會問你們說 你們平常喜歡什麼樣的粉底液 那如果你是油性肌膚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使用是 要有比較好的一個控油效果的防曬 然後甚至是不脫妝 不會讓你有流汗就是脫掉的一個防曬 所以Aqua Gel呢 我通常都會推薦給 就是油性的肌膚使用 因為它 其實這個就很像Aqua Gel的質地 因為它非常的薄 而且非常的保濕 因為你皮膚是出油 但不見得你是油 你是真的很油很油 你可能是皮膚缺水 缺水的時候才會出油 所以我推薦你使用Aqua Gel 那BB Cream呢 就是你喜歡 就是有一點妝效 但是又不要太明顯 就是 老師我想化妝 但是我要看起來沒有妝 就是那種比較特殊的人類 哈哈哈 就是想要有妝感 但是又沒有要有妝感的感覺 我要擦一支口紅 但是我擦起來沒有口紅的顏色 懂嗎 就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就是混合性肌膚 BB Cream 我就會推薦 那Tone Up Cream 就是你皮膚很暗沉的女生 因為它可以立即明亮 Tone Up Cream 它叫做素顏霜 就是跟它一樣 我覺得跟它很像 就是素顏霜 就可以讓你的皮膚明亮度增加 所以如果你皮膚很暗沉的女生 那我就會推薦你Tone Up Cream OK 好 那既然卸妝了 不要客氣 欸全新的耶 好啦 你看這一個 The Serum 它真的很厲害 我都捨不得開 為了今天讓你們看 喔唷 喔唷 欸它真的很高級 等一下我一定要把它這樣拿著 很高級耶 欸那個味道真的很美 玫瑰花園的味道 好好聞喔 哇 喔這真的 哇 你看 它立即會有崩潭的效果耶 而且它 推開來 你們看它推開來 它的那個光澤 好像有一隻unicorn在你的臉上 欸 嘖嘖嘖嘖嘖 很漂亮 你知道 前幾天 我有一個就是 Youtube Youtube的朋友 然後也是我最近在玩的一個就是 在唱歌遊戲的一個朋友 他說他看到我 看到我的直播 他說 看到我這樣自己照鏡子 然後自己在看鏡頭的時候 他說 他自己也會被我影響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看著自己的皮膚這樣 喔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做這個東西 就是這樣 喔這樣照鏡子 很漂亮 真的漂亮 这一瓶Laserum呢 我真的很推荐 如果你是 皮肤状态 真的怎么样擦保养品 都没有任何效果的女生 你一定要去使用这一瓶 这一瓶Laserum呢 它擦上去 它立即可以 你看哦 皮肤的烹弹度立即提升 你看它这个 这个断断的地方 然后那个皮肤的光泽度 也立即有提升 而且可以让你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独家的这个永胜玫瑰 它可以开启 你皮肤抗老的一个 关键 叫做AMPK 打开来之后 你擦什么东西 你皮肤直接帮你做好抗老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 紧致之外 然后可以防止 你的皮肤衰老 动铃 好就是这一瓶 好不要多说 好接下来 子顺笑要出来了 当然上个礼拜 已经有人在团购了 对不对 我们的美妆 美妆蛋 美妆蛋 好 我先加水 然后呢 因为子顺秀这一瓶呢 有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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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就是提到说 一定要用美妆蛋来 来上妆 因为美妆蛋它本身 就是保湿度 或者是它的这种 遮瑕度 会会把这一瓶粉底液 达到 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们就拿出来咯 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这瓶粉底液 做得很可爱 它这个瓶子太可爱了 好可爱 有一个方块状的 来吧 我们来 擦粉底液 我们用美妆蛋 子顺秀的 的粉底液呢 我要拿在手上 子顺秀的粉底液 基本上 我 没有 很常使用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妆感 是 很雾面的 我喜欢光泽的妆感 但你看 很自然 超级自然 而且遮瑕力 超级好 如果你是喜欢 自然光泽的女生 这瓶粉底液 非常推荐 你看 很快速 当然你们也想说 老师是美妆蛋的关系吗 但美妆蛋是真的好用啦 就是你沾水之后 直接这样擦 但你说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 是我要的光泽 好像还可以再加强 因为我是那种喜欢灯泡的感觉 喜欢 发光的皮肤 我再挤一点粉底 看看 但基本上呢 我觉得 这个对一般女生 已经够了 我个人是属于 吹毛球痴型的 我喜欢 超级光泽的 但它呢 它的光泽度如果一到十分 我给 六分 它还不够光 但它遮瑕力超好 它遮瑕力可以达到八分 不错 而且妆感 我觉得是很自然 加上 难得有我的颜色 754号的颜色 好耶 可以 漂亮吧 我觉得不错 很自然 它的妆感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后遮瑕力 我觉得也够 就是如果你不是有那种 很烂斗鸡的人 我觉得这个遮瑕力 是不错的 子春秀 不错 我喜欢 那这瓶我可以留下来吗 哈哈哈哈哈哈 noelle你可以给我吗 哈哈哈哈 因为我还想说我只跟他借 然后我说明天要还给他 这样 好 诶不错啦 是真的漂亮 它的妆感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平滑 不错 这一瓶 你们如果是喜欢很自然粉底液的话 我很推荐 自然光泽啦 我现在是都在讲到光哦 好 大马王子不知道下线了没有 这一瓶粉底液 如果呢 你是一个小资女孩 何谓小资女孩 就是因为现在经济非常不是 不是很发达 经济就是口袋比较 比较浅的女生 这一瓶粉底液呢 便宜又好用 L'Oreal Paris的这一瓶 他这一瓶听说也是有抗老效果哦 但他这一瓶的粉底液 我个人觉得 他除了抗老之外 他的光泽可以让人 就是把下巴掉了这样 这么好 我告诉你 这一瓶粉底液你看到哦 看到没 这个表示我已经用很久了 真的很好用的粉底液 对 没错 就是性价比超高 这一瓶粉底液呢 我选择是三百号的颜色 好 我用完了这一瓶粉底液之后啊 如果我哪一天真的啦 没有钱呢 不要这样讲 不可能 好 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就是 觉得 想要用比较平价的产品的话 当然我们 我觉得 评不评价不是重点 好用才重 才是重点 来咯 这一个 L'Oreal Paris 这瓶粉底液 我跟你说 他的光泽 让我 吓一跳 他的遮瑕 也让我 吓一跳 你看 你看这个光 子春秀 还是日式的光 这个 欧美光来了 有没有 我只差一点点而已 我没有全部擦 你看我只差那么一点点哦 你看这一个L'Oreal Paris 这瓶粉底液 请你们一定要试试看 哇 我跟你说 粉底液就是要比较 你自己看 自己看 不用讲话 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 但是 因为呢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呢 我个人 喜欢 这一种 湿答答 粘粘的 然后 光泽度 非常好的质感 但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就是像你们 你们一定会有这种痘痘肌嘛 对不对 很会长痘痘的 然后很容易出油的女生 你们绝对就不会喜欢像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你会觉得这样子很 很 很像没有 没有 就是 定妆的感觉 然后是湿湿的 你们不喜欢 但是 因为我个人皮肤比较干 所以我很喜欢这种 湿湿的妆效 美的嘞 谢谢 那我要美的 我就要这样 哦 很漂亮 但真的很漂亮 这边粉底真的是漂亮 它是真的有光泽的 好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可以看 在哪里 在这里 好 这边是 子孙秀 子孙秀的 微光泽 虽然它写 就是无象限的glow 但是它的 这个glow 可能是在日本人的心态 心中是 是已经有光泽了 但是在外国人的 脸 他们是喜欢这样子的光泽 对 这种是外国光 这个是日本光 所以看你们喜欢 哪一种光 好 但是呢 如果你说要挑它的 就是可以再进步的空间 这一瓶它的进步空间呢 就是我觉得它的持装力 可以再久一点 因为 这一瓶我插上去 大概可能四五个小时过后 它就是流汗会流掉 你们讲说 哪一瓶粉底液 流汗不会流掉的 就是它 为什么我会选择它 因为呢 我真的很会流汗 这一瓶粉底液 就是我们兰蔻的粉底液 它真的让我流汗不会脱妆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去 像比如说明天还要跳舞嘛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 一个特别的计划 要跳舞 我就会擦它 因为跳完我全身流汗 这 我的妆都还在 就是它 好 那我想要再介绍 因为 其他的品牌 我留到下一集 我不想要一次 一次 就是花太多 我们呢 下个礼拜 再来讲 其他品牌好了 像这一瓶 然后 亚散戴 然后还有这一瓶 这一瓶我还没讲 这一瓶我好想讲哦 然后这一瓶 我也好想讲哦 我们留到下礼拜再讲好了 好 还有这一个 娇蓝的 我们下礼拜再讲 好不好 因为我还有 还有东西没讲完 有看过它吗 有看过它吗 这一瓶呢 是我的压箱宝 Jojo Armani 这一瓶呢 我跟你说 它这一个叫做 Flytschicht 就是 让你有 光 这个就是我 最喜欢的妆效 仔细看好哦 它是一个打光的 它是一个光泽的产品 它真的会让你吓一跳的光 好美哦 好美哦 就是一个highlighter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个 这个产品 因为呢这个呢 像打比方说 我今天试到了一个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光泽 我没有 我没有很满意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就把它拿出来 来咯 我就会把它 我会把它打在大西 这个夫妻宫的位置 就拍上去 光就出来了 你们看到 要这样 要转 这样子 哦 要转这一面给大家看 这个光泽就出来了 这一瓶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皮肤的保湿度 还有光泽度 变得非常好 然后呢 我还喜欢打在苹果几这边 我再多一点好了 因为这个美妆蛋太 太吸水了 来 声明老师你认同什么 看 又要尖叫了啦 你看 这个光就来了 没错 就是这样子的光泽 我就个人是喜欢这样子 很亮的那种光泽 所以你看 这边这边门点 它自己本身自带高光 这个 要加一点 才会有这样 我想要的这个高光 好 然后下巴我也会擦 然后梯区 你们打亮的地方呢 记得就是梯字不韋 大C 这个夫妻宫 如果感情运很差的人 我应该多打一点 我感情运超差的 赶快 等一下 我先恶补一下 感情运超差 直接 直接来 如果你老公不爱你的人 赶快 赶快去 多打一点在这个夫妻宫的位置 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的人 赶快 打亮 我把他疯狂打亮 等一下出去可能转角遇到爱 好吗 真的很需要 都让人放了 很可能 来 遇人不熟的人 赶快把 这个大C 都打亮 有没有 哦 闪闪娘娘 赶快 TG 如果呢 你最近呢 很破财的人 赶快 把T字不会打亮 很容易 就是 漏财 然后赚不到钱的人 赶快把T字不会打亮 然后如果 你想买房的人 买房的人 赶快 打亮我们的下巴 这里是田宅工 把你的下巴打亮 你就会有房子 咯 好 把这个 这种苹果机也打亮 好 这样子很漂亮的底妆就完成了 有漂亮吗 个人觉得还蛮美的 真心觉得他很美 尤其呢 你们记住 就是打亮 打完之后 你整个皮肤 整个看起来就是 高级 Semi Semi老师 高级 高级脸 高级脸跟高级妆不一样 好 就是 想知道什么是高级脸 什么是高级妆 请回播 跟Semi老师 那一集 对 整个打亮 很漂亮 今天呢 我们讲了这个 The Real Paris 还有直春秀的粉底液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产品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 因为呢 我不想要拖太久的时间 你讲 等下 等下我又把 你看如果我把亚三代讲完 那 又去讲秋来 我们可能要三个小时哦 我们 下个礼拜再讲 抗老的产品几岁要用 我告诉你 现在呢 都不需要问几岁 你觉得你老了 你就要用了 有些人像那个班杰明啊 到底谁是班杰明 班杰明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是像老头一样了 对不对 那他应该两岁的时候 就该用了吧 对不对 根本没有在年龄的限制 你觉得你皮肤 因为人的年龄 跟皮肤年龄 是不一样的 我人的年龄 大概三千啦 然后我的灵魂 大概有三万岁左右 那我皮肤就有三岁 我要抗老吗 不用啊 没有啦 你只要觉得皮肤 开始出现 初老现象 所谓初老现象是什么 你开始有皱褶 开始有皱褶 有没有 然后捏起来 松了 这个我要跟Sammy老师 我们聊天的时候 你看我以前在 大概十年前 十五年前 我的皮是可以这样 整个拉出来 这样整个拉 而且是整个拉 我可以拉到这边来 很松 超级松 我怎么可以说自己松 我很紧好吗 就现在呢 你看 我这样捏起来 它是紧致的 我觉得我现在的皮肤年纪 比我十年前的皮肤年纪 来的年轻 我十年前的皮肤 真的看起来比较老 但为什么 因为你要持续的做保养 当然 你一定问说 老师你去打肉毒吧 你一定有做什么 那是一定要的 就乱讲 因为呢 医美呢 我觉得这是让你可以立即 就是立竿见影的一个东西 你当然是可以去尝试 但你怕痛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 那如果你不怕痛 那你去弄嘛 就打了肉毒我觉得so what whatever 你打完之后呢 当然就不能就是直接放着 你一定要再擦保养品去维持 我觉得保养品就是 维持两个字 你现在是 好 如果你要讲年龄的话 你现在30岁 你想要维持住30岁的皮肤 还是想要维持住50的皮肤 50岁维持住 还是要30 30维持住 当然就30岁啊 我30岁想要维持 这么漂亮的这个肌肤 那你就赶快擦 因为呢 我们绝对不可能一辈子 皮肤都不会老 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 维持它 就像你在谈恋爱一样 你永远没有办法保证 你不会分手 你只能维持这一段感情 你不能保证 我可以一辈子跟它在一起 啊啊啊啊啊啊啊 Anton Be Silly 这世界上没有一辈子 这种东西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一定会有不见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把它維持住 那維持住 那你要怎麼維持 你要維持多久呢 你想要20歲維持 還是要30歲維持 還是要40歲維持 那就是依照你自己的想法 當然你覺得 我20歲我還不夠 不夠太多的實力 我說的口袋的實力 沒有太多錢 沒有關係 沒有太多錢 有沒有太多錢使用的保養品 跟裁妝品 所以只是看你想與不想 好啦 等一下我又開始要開班 就開始要講 講一些人生大道理了 好啦講完了 還有沒有問題 所以回答到剛剛的問題就是 老師到底什麼時候 開始要抗老化的產品 任何時候 Anytime Anymoment 你只要覺得皮膚 有老化的現象 就要用了 好嗎 像我第一瓶使用的抗老產品是眼霜 蘭蔻的 Rainerge的這種緊緻眼霜 那時候是我20歲 我20歲的時候 我已經在擦這種抗老眼霜 結果你看到現在還是有紋路 我不能說沒有用 是很有用 要是如果我沒有擦的話 我現在不用笑都有紋路了 所以我還滿開心的 我有好險我有先維持住 維持到我現在還算滿意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們自己啊 只要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的是開心舒服的 愛你自己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多愛自己一點吧 所以我現在不想跟你們講話 我要去吃飯了 哈哈哈哈哈哈 肚子餓了 好 所以呢 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來講其他品牌的一個粉底液 希望你們喜歡囉 謝謝你們 See you next week Semi老師 謝謝你的參加喔 那如果你可以提供你們的品牌的粉底液 記得喔 我要你們家的粉底液喔 來囉 感謝你們 Thank you Love you See you next week See you next week